所以心中有别人自己发喜充满 为尽虚空变法界的慈悲心你去做好了 你的一念的功德力就会尽虚空变法界 这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我们做人不要因为做了这么一点点好事 觉得太少了就不去做 以为没有功德 记住了水滴虽微啊 见盈大器啊 告诉你们一件很感人的事情 你们听了之后保证感动 佛陀 佛陀当年有一位弟子 他的眼睛慢慢慢慢的看不见 他呢一直看不见在穿针 穿了半天 穿不过去 他就说 他眼睛看不见 他就冲在外面说 勤恳发心积功德的 请为我穿个针吧 他就在这么讲 这时候佛陀正好从他的身边经过 佛陀伸出手 结果他手里的针 将针线穿好之后 他不知道是谁穿的吗 就递给他 结果他说 哦 谢谢 结果佛陀就说 我是一个喜爱做功德的人 这个弟子一听啊 哎呦 赶紧跪下 佛陀 您的功德已经这么大了 你不缺乏这么一点点小功德呀 佛陀告诉他 你知道吗 我还是要不断的聚功德 我今天的功德之所以不缺乏 乃是由于过去生活中的点滴和累积而来的 我们学佛不同于世间 学习一些知识 因为我们要学了才想起这些知识 但是学佛不一样 因为学佛本身就是要学会生活 佛法离不开生活 生活本身就是佛法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去帮着别人 每一天去利乐友情 那么生活就是我们做功德的道场 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常住身 就是诸佛菩萨 所以经常能够帮助别人 就是供养师帮佛 大家想一想 你今天拿一个盒饭给别人 你就是在供养未来佛呀 你今天帮他拿个椅子 你也是在供养佛呀 你今天对妈妈好 对爸爸好 你把爸爸妈妈当成未来的佛呀 所以这难道不叫供养师帮佛 因为供养师帮佛 你就会有师帮法 你就会供养师帮僧众 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一颗真心 真诚的投入到每一件事情当中 我们要诚心的四奉三宝 好好的学佛 这个功德是坐在遍地世间 遍地人间的大道场的极乐世界 台长教你们一句话 一个方法 你们可以把善德福德转化为功德 比方说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跟菩萨讲 今天比方说你在做饭给佛友 你今天可以拿椅子扫地 你可以说菩萨 我今天做的这个事情 我要带给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 一切生灵安康祥和 让每一个能够享受我工作成果的众生 与佛法结缘 都能够种下一颗菩提种子 因果成熟 见闻佛法 究竟成佛 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这么讲 你做的再普通的一件事情 你做的再普通的一件事情 就像佛陀有个弟子 周立潘托家 他天天扫地 佛陀跟他说 他功德无量 你的功德 哪怕再小 只要你能够让这个心 能够跟佛连在一起 你的功德就是尽虚空变法界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